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由开心组和醒目组两队争冠军的 而比赛会分为四个回合 哪一队的总分高于另一队 哪一队就冠军 第一个回合叫做订圈考玩戒 每一队的前面已经放了一只长颗轮 你们要将这些胶轮订进长颗轮 然后你们每订进一个圈 就会有六分 好了 比赛开始 这个回合是由醒目组订得多些 所以他们暂时领先 你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等我们保置下回合的场地 计分的小朋友 如果你们计好分的话 就将分数贴在分牌上 开心组订中四个圈 哎呀 什么这样的 马sir 你过来吧 电脑有问题呀 让我看看 哦 电脑没问题 是电池没电而已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 完全依赖计算工具的 有时我都要自己计算才行的 好了 你现在试试自己计算吧 要自己计算呀 不过我们成素不太熟了 那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练熟一点 又好 没计算 每订中一个圈就得六分 开心组订中四个圈 分数就应该是六乘四 六乘四等于多少呢 啊 我知道了 四个圈即是四个六啦 即是六加六加六加六再加六 那六乘四就是等于四个六年加啦 计算数就最合我啦 等我计算啦 六乘四等于二十四 开心组即是得到二十四分 职木组订中八个圈 即是分数是六乘以八 也就是八个六年加啦 但是,那麼多個六年間,不就很煩? 今次讓我教你吧 八個六箱加可以分成兩部份來加 即是,頭的四個六箱加,再加上尾的四個六箱加 即是,24加24等於48 所以,六乘八就等於48 即是,聰明組得到48分 我又夠聰明了 你只顧著拍聰明,吹鐵分數吧 大家知不知道這兩塊板上畫了些什麼呢? 萬里長城和金字塔 沒錯,就是萬里長城和金字塔 他們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 不過他們就有部份地方損壞了 而這個回合就由你們鬥快把損壞的地方砌好 每一組有三個同學 兩位同學就負責送磚 而一位同學就負責砌砌 那麼一分鐘裏面,你們要鬥快砌好些磚 砌得多少塊磚,你們就有多少分 預備,開始! 看來看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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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揮小隊 11inosir 熊筆 經過激烈的比賽之後 大家休息一會 計分的同學 可不可以計二種分數出來 金字卡裏面每行共8塊 共共6多少 獨塊的總數是8eks 6 八乘六等於… 忘記等於多少 小青,如果把圖打直看 就可以看成每一直行有六塊磚 總共有八項 即是磚塊的總數等於六乘八 原來八乘六 即是六乘八 雙乘的兩個數字是可以交換成的 正說第一回合已經計過 六乘八是等於四十八 所以八乘六就等於四十八 讓我又看看萬里長城 每行有十塊磚 剛剛組好五行 那總數就應該是十乘五 用十個一數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即是十乘五等於五十 謝謝小青 好了,這個回合 醒目組有四十八分 而開心組還有五十分 開心目組贏,人番子啦 齊心合照,睡不見老狗 開心走,爛開心走 各位小朋友,第三個回合 又要考慮你們的眼界了 在桌上已經由大致省放了十個罐 我們要用這一波去訂中罐 訂中罐,罐下面的數字是多少 那你們就會得到九成多少 譬如,我用一個波,訂中最小的罐 罐下面的數字是十 那我的分數就有九乘十 即是九十分那麼多 開心組也訂不到 醒目組也訂不到 開心組也訂不到 開心組也訂了二酷罐 九乘二,九二一十八,得十八分 加油,訂中 你不要訂了三號罐 九乘三,九三二十七,得到二十七分 小青,我發現了一件事很有趣的 剛才訂中二號罐,就得到十八分 二號罐左邊有一個罐,右邊有八個罐 如果拿一個一,做十位數 拿一個八,做個位數 那就會得到分數十八了 剛剛訂中三號罐,就得二十七分 三號罐的左邊有兩個罐 右邊有七個罐 如果將二和七用正話的方法拼合 那又會得到分數二十七的 是呀 我心裡的評評定了八號罐 哇,分數有九成八這麼多 太師,左邊有七個罐,右邊有兩個罐 那九成八,就有七十二分了 姐姐好爹 好爹 各位同學,知道為何智安和小青所說 左手邊有多少個罐,和右手邊有多少個罐 就可以算到九成法呢 等我告訴你,九成法表是這樣的 看回那十個罐 第一個罐的左邊有零個罐 第二個罐的左邊有一個罐 第三個罐的左邊有兩個罐 然後還有三,四,五,六,七,八,九 這些數字是與成法表的十位數字是相同的 看回右邊罐的數目 第一個罐的右邊有九個罐 第二個罐的右邊有八個罐 第三個罐的右邊有七個罐 然後還有六,五,四,三,二,一,零 這些數字是與成法表的個位數字是相同的 於是,將這兩行數字這樣拼起來 就會得到九成法結果了 各位同學,大家都看到 計成數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計算的 有些還很有趣的 大家平時多些運用成法 那背成數表都會容易些的 好,我們繼續看他們比賽吧 先中等待,四,四,三,四,三 一通關結,五,六,四 一,二,三,六,六 二,三,六 二,三,八,三,六 二,三,六,三,三,六 二,三,八,三,六 走 走 爹